无论是图胜还是RX35 曾经在紧凑型SUV的市场中的销量表现都是很不错的 可以称之为是当家花旦了 而如今有着轮上智能量食一听之称的Mufasa 或许会成为下一批黑马 而它也有了全新的中文名字MUSA 谈及设计 寒气车一定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不夸张的来说 将MUSA的设计放到一台中大型SUV车身上 我认为也是完全不违和的 参数化的设计风格是感性与科技的结晶 那么对于MUSA而言 车头部分所要更多去表达的 除了硬朗 那就是精致了 过目不忘是它给我留下的第一一奖 MUSA的车长为4475毫米 得于iGMP平台短前后悬的优势 整台车的轴距是达到了2680毫米 也许您会说 这样的数据听上去并不算夸张 但如果您与车长相近的车型去对比 您都会发现 它的轴距表现已经相当出色了 一体冲压成型的工艺 使整台车的侧面更具有力量感 而18英寸双拼色的轮毂 也与整台车的设计风格相辅相成 因此动感以及肌肉感都能得到很好的体现 环状尾灯 为饱满的车位造型多了一份未来感 无论是吸睛程度还是辨识度 这套尾灯设计 我认为都是交出了满意的大卷 隐藏式后雨刷 让整个尾部造型看上去更加的平整 顶部的高位刹车灯 以及后包围的设计 也打造出了不错的运动范 值得一提的就是 在尾箱处 Mufasa字母标识后方的这个小狮子标 也打造出了不错的亲和力 通过不同色彩以及材质的搭配 慕萨打造出了风格分明的粮食一兴 而双12.3英寸的联屏 也为主驾驶这一侧 营造出了更强的科技感 虽然并没有用上裸眼3D技术 但它的显示效果绝对算得上是细腻了 更何况 中控屏的操作呢 真的非常顺滑 内置的功能呢 也已经足够丰富了 对于实用为主的用户而言 操作体验更加顺滑 绝对要比堆料更加重要 在屏幕的下方呢 提供了触控的按键 在驾驶时进行使用呢 您会发现非常的方便 那么谈到方便 全车共31处的储物空间也绝对能够令人满意了 针对副驾女性用户而言呢 前方的置物盒 以及遮阳板处的化妆镜 能够让您看化妆时更加的方便 来到后排也都是整台车的会客厅 空间啊 在同级别车中呢 是没得挑的 座椅的设计呢 也很像咱们家中的沙发 您可以很轻松的就找到一个相对舒适的坐姿 那么在座椅的面料上呢 设计团队也融入了咖啡渣这一原料 不仅能够体现现代汽车主张环保的设计理念 同时呢 咖啡渣也是非常好的吸附材质 因此整台车的异味呢 是比较小的 除此以外 您可以把副驾的座椅完全的放倒 放倒之后 能够形成一个非常舒适的空间 如果我不说 您只会认为 这样的配置只能出现在行政做驾程 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匹配的是6AT变速箱 最大功率118千瓦 最大扭矩呢 是193牛米 这套动力总成不仅可靠 而且它的稳定性呢 也是不错的 油门踏板 出段很灵敏 在城市路段呢 会带来更加出色的动力响应 那么高速情况下啊 在极加速时呢 整个变动箱的降挡非常的积极 能释放出较为平顺 而且充沛的动力 相比于电车的狂暴的加速啊 这样平顺轻松的体验 似乎才是更多家庭用户所需要的 作为轮上智能粮食一听 它所专注的还是在于舒适性 以及平顺性上 前外围进后多连杆的悬挂形式 在高速过弯时整台车的这种车身姿态 依然是非常稳定的 那么出色的NVH水平 让后排的乘客呢 也能够更好地去休息 当然后排精英功能呢 也功不可没 多达24项的ADAS辅助驾驶系统呢 也能够让您在带着一家人出行时 更加轻松 当下年轻人似乎对反差感情有独钟 而木萨却将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英朗的外观造型 与居家实用主义的内饰设计 所形成的鲜明对比 才是这台车最大的亮点 轻松实用省心 这也许才是更多消费者所想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